尊敬的胡和平部长 尊敬的皮尼·张罗宋巴前副总理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今天启动的2022中国影像节全球展映活动 或许可以为解答一个问题做出圈示 这个问题就是何为中国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个中国 孔子 熊猫 太极 长城 中国制造 高速铁路 苏西中国 不同的人眼前会浮现不同的画面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世界人民对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东方大国越发关注 本次全球转映活动将以英 西 法 阿俄 五种语言 向全球观众放送52部 介绍中国的精彩专题片 这些影像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 展示着新时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古老与时尚 传承与创新 从东海之兵到学医高原 从摆脱贫困实陆到抗击疫情故事 从阿拉伯经商的中国人 到少林寺学武功的非洲人 透过这个万花筒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中国 构成中国的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上下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更是14亿生活着这里的每一个个体 14亿中国人的热肠 共同生成中国的温度 52部影像讲述了一个个 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新疆阿拉伯地区保护野生动物的河里公主 读书改变命运的甘肃女孩 毅力搬迁走出大山的贵族老人 他们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一样 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 而努力奋斗着他们追梦圆梦的故事 是新时代中国的生动注脚 中国股市的商人 曾与各国商人一起 共同主持了一条 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 丝绸和香料 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 影像是当今世界共通的语言 被誉为胶片盒子里的大事 就像古代丝绸和香料 我们希望用影像这一载体 为各国人民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 务实合作 提供沟通的桥梁 为世界文明交流互建 谱写新的篇章 今天的世界还很不太平 作为国际主流媒体 中国中央网报电视总台 将继续担当负责任媒体的时代使命 努力曝出隔阂 增进了解 让这个星球多一些安宁 多一些和平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将通过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 融合传播手段 构建5G加4K8K加I的战略格局 为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 提供大家所喜欢的精品丽作 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今生 远远流长 展现世界文明大花园的 岔子烟红 交相会应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